我的家乡是一座高速发展的城市 无数人热爱它的繁华 我却更偏爱在老建筑中走一走 寻找岁月留下的痕迹 定格时空交错的瞬间 母亲 您放心 我会安时写信回家的 等胜利的那天 我就回来了 写得太好了 名书和科学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我们应该让它传播到中国的每个角落 真理永远存在 先生 百年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百年后的中国我们不再会受到任何人的欺辱 每个人都能吃得饱 穿得暖 能过上好日子 真的吗 小同志 小同志 百年后的中国 是否真的如我所说 是的 先生 今天的中国 比您想象的还要好 我们不再为了生存而发愁 每个人都能吃饱饭 每条路都能走回家 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 中国的生意 不再被世界忽视 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质地有生 而你们 我们也从不早忘记 因为你们的信念 刻在基因里 留在血脉中 因为我 就是你 因为我们 就是你 母亲 您放心 妈 我要去看医线了 这是我作为医者的使命 民主和科学 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我要去学航天 让中国的足迹 遍布宇宙 百年后的中国 我们不再会受到任何人的欺辱 一个有希望的民主 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 不能没有先锋 可以是你 可以是我 可以是每一位 了不起的我们 我们是子女 也是父母 是学生 也是老师 是英雄 也是平凡人 我们身处不同的时空 却有着相同的梦想 那就是为国家强盛 民族兴旺 而不懈奋斗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这天已经到来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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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相信 是英雄 是英雄